才刚走进包厢双方冲突 一触即发一伙人你推我挤 有人忙着出手制止 但是放大画面看仔细 黑衣男居然掏枪恐吓 而这个地方居然是在酒吧里 无论是高招吧台隐秘包厢 还是扮唱系统酒吧业者一手包办 但是日前却被帮派分子当作摇钱树 邓心主席霸王硬上工 要求对方每个月支付2到3万元保护费 几乎天天都来报到 业者迫于无奈只能开包厢招待他们 没想到这群人居然还故意酒后滋事 而夸张行径还不止这一桩 挥别过去一整片铁皮违章建筑 新北市府透过空拍镜头记录重画过程 这里是新北市长近年推动的开发计划 想把这一块地反转成新国门之都 但其中的工程令议也被帮派 分子盯上 警方调查发现邓心主席就是看上 积捷泰山贵合站旁边的这个温仔寸重画区 三番两次找来小弟来这边协商 希望能透过暴力手段介入拆迁工程 根据了解邓心主席透过管道 认识下游拆迁公司 先订名片打交道 希望自家工程行可以承办工程 或是处理金属废弃物 遭到拒绝后还要求对方支付10万元退场费 直到警方介入了解 他们才兴趣作罢 狼犯落网不发异语 三十岁邓姓主席绰号挫兵 直前到某美医会中和分会长 年纪轻轻却乾坷累累 甚至还在年底大选前 带着小弟热誓生非 为了贯彻警政署选前 扫费无期限的一个政策 我们本局还会持续来 减化选前的治安 10月底青山宫枪击案震惊社会 警方除了执行安城专案 更积极扫荡黑帮 打击帮派分子嚣张气焰 近期新闻杨新高跟亚麦采访报导 感谢 Purple